你好 我是美珍 我国在6月29号延长执行国家复苏计划第一阶段后 全民都盼望着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有所缓和 单日确诊病例能降到4000宗以下 人得出乎意料的是 在过去的13天里 单日确诊人数不但丝毫没有下降 反而从6000宗一路飙升到9000宗 目前我国累计确诊病例正逼近84万宗大关 因此民众感到纳闷 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全面封锁长达一个多月下 确诊病例依然节节攀升 我国新冠肺炎单日确诊病例 并没有如早前预料般出现继续减少的情况 反而居高不下 尤其是从上个星期一7月5号开始 就一直处于增长的情况 在短短一个星期里 不但一度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记录 确诊数据更是连续三天维持在9000宗以上 而且当中有超过一半新病例 都是来自雪兰儿和吉隆坡地区 我国副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和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巴巴 前后也为这个情况做出了解释 这是因为卫生部正在对落实加强行动管制令EMCO的 雪兰儿和吉隆坡进行针对性大筛检所导致的 雪龙多个县区是从7月3号开始落实EMCO 当局随后增加检测追踪和隔离等等抗议行动 因此导致雪龙在过去一个星期内的单日增加病例高举股下 随着确诊病例激增后 为了确保拥有足够的病床设备和人力 卫生部先是成立大八升股特工队 接着调动霹雳 登加楼及彭亨三州的医护人员支援八升股 我国和新冠病毒对抗了将近18个月 曾经一度压平感染区限 但是今年开始至今 疫情反反复复 人民在身理和心理都已经出现疲惫的情况 大家都很想知道 多达9000宗的确诊病例 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始下降 根据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预计 我国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示 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是在预料之中 不过他强调如果控制得好 可以在一到两个星期内看到结果 确诊病例也会跟着下降 诺西山也相信随着疫苗接种率提高 将会减缓重症患者 交互病房使用 和死亡人数的同时 疫情也能受到控制 另一方面 根据冠病疫苗特别供应委员会的报告 我国目前有10.8%的人口 也就是352万6676人 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 当中令人感到兴奋的是 根据Our World in Data网站的数据 我国在本月9号当天 当日每100人所接种的疫苗剂量达到了0.96剂 超越了英国的0.89剂 创下我国的新高记录 在全国的确诊病例激增的时候 反观沙拉越的疫情在过去一个星期 虽然确诊人数还是维持在三位数 不过都是200宗到400宗 因此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正在仔细研究 国家复苏计划的三大指标 以便各省可以按各自的情况 分阶段落实国家复苏计划 有关的详情将在近期公布 无论如何民众此时此刻 依然要提高自我管制 如果需要外出 也请遵守防疫SOP 减少社区感染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